自己当小四抢走了小三闺蜜的男友 还一路出谋划策 让姐姐也成功挤走原配嫁入豪门 李嘉欣真不愧是地表最强小三了 很多人都只知道李嘉欣的出现 终结了和超穷跟许静亨的商业婚姻 但其实这个做小三的机会 还是他从好友手中抢来的 1997年彻底离开刘鸾雄之后 李嘉欣先后与多名富豪暧昧 他先是卷入李嘉诚夫人庄月明深故仪式 后来又在与刘鸾雄的交往中 男敌众美无力突围闯入豪门 终被小记者出身的甘比淘汰出局 眼见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 李嘉欣也终于感到了焦虑 直到一次偶然的聚会 他结识了和超穷的老公许静亨 同时也是好友徐气温正在交往的男朋友 简单的交谈后 跃进千番的李嘉欣立马意识到 这个顶级富豪不仅长相不错 还极好掌控 最关键的是他的老婆何超穷 早在2000年时就发文声称过 两人将要离婚 道德底线已经跌落负值的李嘉欣 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嫁入豪门的大好机会 立马就挖了好友的墙角 在张张清晰的照片上 他俩牵手拥吻的画面赫然映入赤瓜群众眼中 虽然那些年何超穷 只是与许静恒演夫妻给两个家族看 给父亲看 但是除了他们俩 别人是不知道内幕的 所以许静恒与李嘉欣城外乱来的照片流出后 反映最强烈的 并非和超穷 而是父亲和红身 赌王得知后 替自己的女儿感到委屈 开始悔恨当初自己的决定 骂许静恒有如此好的老婆 还不知燕族 甚至说出给他点颜色看淡的话 彼时 李嘉欣已然三十有六 早过了一个女人的话迹 再担得下去 别说是豪门 普通宅邸也未必挤得进去 他非常看的情形是 只要哄住许大公子 就有机会 同时 他还通过媒体制造舆论 与许静恒大秀恩爱 来强势渗透许家长辈的重重壁垒 毕竟那些报道和照片 让许和两家都尴尬不已 要知道 豪门联姻最放不下的 就是体面李嘉欣甚至这一点 李嘉欣最担心的 还不是来自长辈的抗拒 而是何超穷迟迟不语 许静恒办理离婚登记 哪怕许家上下都被他搞定 没有何超穷的签字 李嘉欣始终打不赢 是处有名的翻身杖 这时 娱乐媒体成为李嘉欣 梦圆豪门的助攻 像什么何超穷 拖着许静恒不肯离婚 何超穷阻止李嘉欣 嫁给许静恒之类的通稿 一夜之间席卷了 全港的娱乐头条 2006年 在跟许静恒确定好关系后 他马上又对何超穷发起进攻 在报纸上大肆宣扬 何超穷不肯签离婚协议 阻止自己跟许静恒修成正果 那急切的样子 好似是史克郎看到了的奋求一样 而相对于李嘉欣的兴奋和着急 何超穷无疑比吃了苍蝇还恶心 但为了自己的计划 他也只能忍 甚至在面对媒体时 他丝毫没有女强人的风范 反而无奈般地表示 自己已经签好了字 只是还要等待法庭班令罢了 2008年 李嘉欣自掏一意腰包 终于嫁入豪门 但更恶心的是 他自己做小四就算了 竟然还把姐姐李嘉明也拉下水 据说是李嘉明眼看着妹妹 坐上了豪门阔胎 不甘心的他 就跟银行职员的丈夫离了婚 而李嘉欣则靠着毒辣的眼光 直接给姐姐挑选了 同样很好拿捏的已婚富豪顾一勇 最终李嘉明靠着怀孕挤走了原配 从表面上看 李嘉欣好像打败了何超穷成功上位 带着姐姐成为了人生赢家 殊不知这一切不过是何超穷的套路罢了 连杨寿成的儿子杨奇隆 都没能拆散何超穷的商业联姻 毫无背景的李嘉欣 又凭什么呢 面对小三的逼宫 一向强势的何超穷 又为何突然软弱起来了呢 其实换的角度想 如果这一切都是何超穷的谋划 那么这些看似反常的地方 是不是就合理了呢 何超穷早年在采访中就透露过 丈夫许静亨不争权不比较 就喜欢跟朋友开开心心的 换句话说就是没能力不上进 而何超穷的性格却恰恰相反 事实上这场婚姻刚开始的时候 也没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堪 从会如何超穷 早就知道自己的婚姻有多重要 所以他自始至终都没跟陈百强捅破那层窗户纸 可惜许静亨太划心 婚后跟女明星的绯闻就没断过 于是本就三观本就不合的两人 在陈百强死后 也就是结婚的第三年就分居了 更重要的是 当初赌王把女儿嫁给许静亨 就是想借助许家的航运势力 扩展自己的商业帝国 而何超穷也不负所望 借着婆家的势力 没几年就将一直亏损的新的传物扭亏为盈 但随着手中的权势越来越大 何超穷的心态开始扭转 跟许静亨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 比起整天花天酒的许静亨 那时的何超穷更迫切地想要离婚 他也确实走了离婚的第一步棋 就是跟英皇公子杨祁龙 来了一段热恋 彼时刚用完许家就要把人一脚踹开 赌王显然丢不起这个人 于是在他不给遗产的威胁下 何超穷再一次妥协分手 同时他也明白 离婚只能让男方提 幸好何超穷也没等太久 相较于许静亨之前的那些躲躲藏藏的绯闻女友 李嘉欣一出现就直接很嚣张 实施了逼宫 而且每次跟许静亨出去 都恨不能全天直播 最终许家丢不起这个人松口同意了离婚 可李嘉欣却低估了何超穷的手段 2000年何超穷宣布何许静亨离婚 但是在公开声明后 他大大方方地宴请了前公婆吃了一顿饭 所有人都不知道这顿饭期间包厢中的三个人都谈了什么 只知道后来何超穷带着许静亨递来的离婚书 离开了许家 也把许太太的位置让给了李嘉欣 据悉何超穷与许静亨的手续办完之后 许静亨就带着李嘉欣去到香港金钟红棉道婚姻注册处 登记结婚了 他们在填写结婚申请的时候 在婚姻状况那一处 李嘉欣是未婚 而许静亨是离婚 短短两个字只有李嘉欣才能明白嫁入豪门之路的心酸与苦楚 李嘉欣是个要强的女人 她对丈夫的前妻是很有敌意的 或许豪门对于她而言是没有安全感的 就算她嫁给了许静亨 但是她的前妻太过于优秀 她又怎么会放宽心 李嘉欣与许静亨两人婚礼前夕 有记者问赌王是否要恭喜许静亨时 赌王直言 李嘉欣没有超穷好看 是个令人讨厌的女人 人在婚礼现场的李嘉欣 看了报纸后 内涵起赌王说 最要紧她老人家长命百岁 继续提供娱乐话题 熟悉赌王的人都知道 她除了有四方太太以外 和不少女星都不亲不楚 甚至还和女护工有过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李嘉欣还内涵何超穷 在其位不干为人气该干的事情生不出儿子 何超穷非但没有恶语回对 反而说大家不要再说我不开心 我不知多开心 何超穷听说李嘉欣结婚当天 三套婚纱都没有五十万 她就在自己的酒店 将她当年穿的那套 在九十年代就价值五十万的天价婚纱 拿出来展览 此番无情的内涵 一时间让费尽巴黎赶上豪门末班车的李嘉欣 沦为笑柄 其实李嘉欣在嫁入豪门后 就表示过自己不想生孩子 那样会影响身材的 可李嘉欣的婆婆却是这样说的 不想生孩子就滚蛋 豪门不留人 于是41岁的李嘉欣 顶着高龄的年纪 为许家生下了一个男丁 要知道何超穷嫁入许家九年 公婆从来没有催生过 反倒是李嘉欣结婚没有几年 就让他生育 况且那时的李嘉欣年纪也不小了 如果再不生 未来更是一道难题 好不容易生下个儿子 却依旧不受待见 很多次都能看见何超穷和刘嘉玲 缠着许世勋夫妇走出饭店的照片 很少看见许世勋夫妇身边 有李嘉欣陪伴着 甚至公共许世勋还宣布 自己去世后 400亿家产全部成为家族基金 家族所有成员 每个月只能拿到200万 许静亨作为继承人 也没有资格动辄400亿的一分一毫 很难说这里面没有和超穷的手笔 努力一生就只得了1月200万 李嘉欣怎么能咽得下着口气 2020年一代赌王 嫁鹤西去 身为前女婿同时也算是适职的许静亨 出自丧衣 而经常与许静亨相携相随 出席各种场合的李嘉欣 却没有露面 很久没有更新动态的他 这一天突然博出与陈百强的合影 还自称陈百强是他唯一的偶像 这个看似无关赌王家族的动态 却是个实打实的内涵贴 李嘉欣很清楚 在何超穷心中 陈百强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痛 在何鸿燊的追思会当天 他重新提起陈百强 无异于让何超穷感受双重心痛 这一回何超穷没有回应 因为此时此刻的他 不是当年那个喜怒流于表面的心情女子了 已然成为赌王家族的新任当家人 一个身价百亿的奇女子 面对一个每月领取200万生活费的豪门媳妇 两者之间的鸿沟 是多少内涵能填得满的呢 说到底 李嘉欣内涵不断的理由 看上去是因为新年的言语失事 实际上却因为本应该与何超穷资产平起 结果却相差悬殊带来的心理失衡使然 只能说李嘉欣这种空有美貌的人 除了嘴上战战便宜 在手段和心机上 连何超穷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 这也是为何到现在 他仍时不时跳出来隔音一下何超穷的原因 毕竟他在努力 也够不到人家的脚底 于是只能过过嘴瘾了